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因为在韩半岛的社会情况来改变科技制度的样貌 那我们先看一下科技制度什么所来到韩半岛呢 其实朝鲜建国之前已经他们尝试过高丽朝第四代国王光中时代 光中九年引进中国的科技制度 但是在这个社会上奠定他的地域的应该朝鲜建国以后 他们以科技为提法人才的管道 所以朝鲜时代的儒家斯大夫他们依靠学术能力出事认官 就是参加科技考试来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在这里提醒大家 如果你讲朝鲜这个国家成为儒家斯大夫社会的话 这边讲的儒家斯大夫并不单指透过科技认官 正式参与国家精英的人物 为什么呢 因为在朝鲜社会没有官职 没有那种政治工作的儒家斯大夫 他们也主动承担国家责任 所以朝鲜时代应该跟当代不一样 当代的话一般的大人早上起床 就大多数的人出去上班 但是朝鲜时代的话不是这样子的时代 读书人不一定他每天早上上班 下午晚上下班的那种生活 只不过一个读书人的那个时代 他很久以后考上科技考试 担任一些重要的政府的机构的长官 也有这种人 但是考上科技考试的人 在那个学生考生当中占领的占领没有很多 所以当时没有官司的儒家斯大夫 包括他们的行为来可以说 这个就是儒家斯大夫社会的情况 所以我们研究朝鲜时代的时候 要注意这种无官无知的 儒家斯大夫他们怎样主动承担国家责任 那在这里先看一下 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应靠呢 其实朝鲜时代的这个法典 经过大典里面 离典里面的规定 有不能应靠的 但是没有可以应靠的 所以基本上 建民之外的大部分的男生 女生不包含 男生可以应靠 但是这些例外 所以我们先要观察 经过大典里面的规定的时候 发现这个社会的特点 也发现这个科技制度的特点 他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犯罪永不需用者 犯罪永不需用者是什么意思 犯罪的人全部无法参加考试吗 不是 是犯了那种 不能担任公务员的 所以不是所有的罪 犯罪当中非常严重 所以无法担任公务员的罪 比如说有人如果杀害亲人 这样子的话 他应该属于这种罪 然后呢 张力之子 张力之子的话 张力的儿子也不能应靠 然后呢 在家私行妇女的儿子跟孙子 在家私行妇女的儿子跟孙子 所以奇怪 在家两次结婚的女性 应该是私行妇女 在家的好像比张力更严重 因为张力的话他的儿子而已 但是在家的人私行妇女的话 他的儿子跟孙子 两个都不能应靠 然后呢 宿涅子孙 戊许父 文科生元净四世 哦 宿涅子孙 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宿子跟孽子的子子孙孙 不单只是儿子跟孙子 是他的后代都不行 哦 对 那这样子的宿涅 比在家私行妇女更严重的罪 那宿涅是孙子的话 他的母亲不是正式的太太 那孽子的话 你母亲也不是正式的太太 也是贱母这样子的孽子 所以宿涅大概母亲的行为有问题的 志志顺顺都无法参加 但是无法参加的考试的种类有两种 有一个是文科 另外一个声元净四世 声元净四世 声元净四世 是还没考文科的时候 第一阶段的考试 其实这是声元四跟净四世的略称 所以他们好像这些 从他们的当时的社会来讲 有些问题的人无法参加的课目 大概文科跟声元净四世方面而已 那这边没有写无科 所以无科好像比文科声元净四世比较松的 那经过大典呢 我们每个资料 我们观察每个资料的时候 资料来源的那个书籍 到底什么时候编转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暂时看一下经过大典 他什么时候 在朝鲜时代的15世纪中半 世祖时代开始 然后到了城中一样15世纪的中半 那个时候编的 那什么时候开始实行呢 1485年 朝鲜的科技呢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文科、武科、杂科以及声元净四 文科、武科属于大科 声元净四是小科 但是中国也有近四科嘛 所以我们要先注意那个区别 朝鲜的声元净四是的话 有什么样的意义 然后有什么样的阶段呢 先看文科合格的话 它是文科基底 那声元净四是合格的话 不说基底 有说如果文科跟武科的合格者 会获得等同合格增速的红牌 然后贾克跟正面金四是的话 获得白派 但是声元净四是的白派上面 跟文武科的红牌一样 盖什么样的帐 盖有国王的预习的科技保印 即使说正面金四是 虽然是小科 但是跟贾克不一样 拥有国王认可的合格增 有这个意义 这个是资料来源 所以想要看更知己的内容的话 后面的这个资料来源的表 那我们看起来这个被禁止参加科技考试的 那个规定里面 对当代的我们的眼光来讲的话 好像有点奇怪 那边除了犯罪者之外 还包含自己本人完全没有什么罪的人也有 因为里面在家私心女性的子孙 她们没有什么罪 她的母亲也没有什么罪 但是她们无法参加科技考试 何况这个非抵触子孙 她们永远 子子孙孙都没办法参加科技考试 为什么包含这种人呢 这理由我们怎么说呢 好 请原理就叫你觉得呢 韩国科技这种制度的限制 可能是为了守护所谓的农家的家庭秩序 那也就是保持这种安定 是说确认这个血缘关系是正统性的 那也有可能是为了要防止说 两官身份的人一直无限的增加 对 也有这种的考量吧 但是我们就是进一步说的话 这个文科生源经济室的意义来讲 那文科跟生源经济室 这个不是为了挑选行政技术的执行者 就是说你们透过科技考试进来政府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人才只不过是行政技术人员的话 他们这种规定应该不需要 因为当时他们认为选拔的人才 就是什么样的人才呢 将来坚服教化任务者 所以要教化老百姓 教化这个社会的成员的话 他们应该要儒家理论也重要 但是儒家德行也重要 这两个都拥有的人才可以成为社会的教化人员 所以有这种规定的 但是假如有这种意义 也我们从当代的我们的眼光来讲的话 这个规定真的没有普遍性的 生源经济室跟文科一样 都是为了选拔能够把朝鲜社会 顺利推行鲁雪式同治自人的观看 在这里提醒各位 中国的晋士课跟朝鲜的晋士是不一样 中国已经有晋士课 但是中国的晋士跟朝鲜时代的晋士是不一样的 因为同名异样 所以晋士课的中国的晋士课是大科 朝鲜的晋士课里面的晋士跟晋士课 这个就是小科 所以朝鲜的晋士应该还有要复考 要复第二阶段的大科 就是文科 有这种不同 参考一下 这是不重要的 但是我们大约要了解一下 生源经济室的课目有什么样的 这是经国大典里面的内容 但是这个是随着时代的改变 也随时改变的 所以不能说整个朝鲜五百年都有这样的题目 来实行 参考大约四书一义的话 四书之道 大学隆宇孟子中庸 当中一个 五经 五经里面当中一个 晋士课的科目 主要考文章 所以我们生源试跟晋士课不同点 就是这边经书 这边文章 那考什么样的文章 随着时代的改变也有改变的 所以有的时候排律师院诗 律师都不一样 只是我们可以区别一下生源试 这种金属 晋士试这种文章 就可以 那生源试跟晋士 如果你是考生的话 哪一个更难呢 应该是晋士试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主要考文章 主要考文章 那为什么比较难 因为如果我们参加这种金属的话 可以把全部的内容背起来 应该可以 因为历代的注释都背起来的话 你可以 但是我们无法所有的文章都背起来 因为他们只提供运 你利用这个运来做文章的话 你要当场写 所以这个好像更需要参照性 应该这样可以解释吧 也有很多原因 感兴趣的同学思考看看 在这里我再介绍一个小课的意义的转变 这个事实 生源证事是本来属于小课 所以小课的意义所在呢 小课本来为了大课而存在的 那为什么朝鲜社会那么注重生源证事 这只不过是大课还没参加大课的人 合格的一种可以通过的那种小课而已 不是吗 我们从这里也可以思考小课的意义的改变 因为当时有很多人留在地方 还没受官人制的阶段的生源证事 他们在地方进行对地方人民的教化工作 然后他们以优国优菌为己任 所以生源证事不仅是作为参加文科考试的聘证 而且也成为他们参与社会同志集团的证明了 所以举行生源证事是从来没有间断 然后导致越到朝鲜后期生源证事当中 不参加文科考试的人数越来越多 生源证事的考生数有一名学者孙俊浩先生 1970年代他对这个考生人数做统计 根据他的研究朝鲜朝从太祖元年到高中31年 因为31年费职课级考试 举行生源证事是总共229次 但是不能说这个是真正的朝鲜时代实际上实习的生源证事的全数 因为留下来的资料我们没办法保证100% 但是也可以大约这样 然后经用生源证事的人数 47,748个人 朝鲜后期文科上榜者当中 生源证事出生的人数越来越少 所以文科上榜者当中 考上生源证事的人很少 他们在哪里呢 他们已经回去了 回去自己的故乡 然后没有参加 没有考上生源证事的很多人参加大课 这是文科 这是宋老师的统计里面 表示前期中中人数 这是15世纪到16世纪的中半 文科及地则当中的生源证事的比率88% 那后期的话 后期不是前期后期的部分 这个区分是宋老师他决定的 不是朝鲜时代前期是中中到人租 后期是存租到责重 他这样划分来调查的话 后期文科及地则当中 生源证事的占领就是24%而已 高中时代只有12%而已 所以前期的生源证事的合格者 大部分都参加文科 后期比较少 个人后期的话只有12% 所以后来的生源证事的合格者在哪里呢 他们本来没有意思参加大科 直接这个生源证事 合格又直接回去自己的 互相的人数应该越来越多吧 那这样子的话 很多人生源证事是考上以后 放弃大科然后回去了 生源证事的意义改变了 一开始的话生源证事是考上以后 要参加大科 他后来改变 生源证事的合格者 不是为了大科而考生源证事的 但是奇怪的是 生源证事的考生名额也持续增加 其中不考大科留在生源证事的名额当中 以地方出生者更多 总而言之 前期的生源证事是有文科的关卡 后期的生源证事跟文科 好像没有密切的关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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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